總統賴清德五二零就要就職了 傳出這一次的國宴 將遺失臺南舉行 地點就在安平區的度假型酒店 而外賓名單 出估至少是八百人 那麼相關委安作業也提前做好準備 不管是和小朋友一起享用鳳梨酥 還是畢業拍照展現同心一面 上任副總統後 每年的總統府連彎同樂會 賴清德都沒缺席 宇諾關心若是兒童不會變 因為接下來賴清德即將迎來新身份 傳出五二零就職國宴 將首度遺失臺南舉行 地點選在安平區的度假型酒店 這裡也是他擔任臺南市長時 所規劃的全市第一家BOT旅館 戰地遼闊擁有專屬遊艇碼頭 還可隔岸凝視安平古堡 將古都美景禁收眼底 如果有幸承接這個案子 那我們一定會全力以赴 那會以這個府方這邊 我們是配合單位去執行 儘管業者態度低調 但承接國宴 違安可得上井發條 據傳外賓名單出估至少八百人 府方跟外交部兩週前已派員場刊 至於每回備受關注的國宴菜色 將以賴清德熱愛的台南美食為發想 結合當地食材 打造具有俯成特色的創意料理 從國宴地點到菜色安排 賴清德選擇從本命區 同時也是美食之都台南 要讓外賓參加就職典禮外 也能好好體驗最在地的台灣味 接著林俊妮晃新野三區小組 台北報道